欢迎各位收看欢迎新闻 到底来关心的阅段消息 到六国中在每一年都会 基本好来的冲业骨牌竞赛 今年第五个比赛当中 好好得到新来的广东参谱 透过苏星合作 大家最后在港台上 完成了几乎很大的骨牌 并更新推动 拔尖扶若固本的交友力量 让每一位核心都会 当有多完的核心机会 来发挥综一级团队合作的进行 三 二 一 开始 看到自己所摆的骨牌 作品一个比赛道 现在心情大陆高峰欢喜 今时有到某某的新酒店 为了独角性可以来作为参加 这次的冲业骨牌竞赛 好好也让苏星以及今天当后 共同来帮忙完行 这次总管的骨牌冲作 一棵树 然后一个灯塔 然后倒了两次 最后紧张了 然后深了一口气 这一部车是谁坐的 我坐的 你坐的 请问你 你花几分钟坐这一台车 十分钟 十分钟 那请问你 我们坐这部车要来坐什么 今天早上一大早 老师又带他们上来做排练 对啊 其实中间其实倒了一两次 对啊 所以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他们有点吓到 到了国中的創意骨牌竞赛 在今年已经基盘第五次了 希望透过这款话 都可以先来发挥創意 并来合适团队合作 好好表示生骨牌 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提案的 因此这次特别邀请到 第九星共同来参加 今年端是第五届 办理这样的骨牌大赛 我想当初我们跟生活科技老师团队 我们在构思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学活动 能够结合生活科技的教学 让孩子动手去创造思考 甚至呢能进一步达到所谓的团队合作 沟通分享 表达的能力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骨牌大赛的教学 以及竞赛活动 对了大家共同来完成的骨牌创作 台下邀请到各班级合身 来做创意骨牌竞赛 每一座作品也都是有着妈妈的创意 技术中最重要的 也就是一定要透过团队合作 这让快速与各政客来完成 我们的主题是除夕业 然后除夕业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团圆嘛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锅子来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火锅料 然后东西这样推 然后就会掉进去 但是我们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多 我们的主题是 埃及探险之金字塔之旅 我们一开始的开头是由这个木制溜滑梯 藉由弹珠让它滑落之后 一路沿着木制的回旋梯 然后一路慢慢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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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我们的主题是那个非常高的 圣诞金字塔 通过山骨牌游戏 刚才给所有学生来 发挥創意并合式团队进行 到了国中也希望的中心 每一位女儿的交友 根据把坚弗弱构本的交友力量 一直跟李昌布斗